阿比特的意思是居住 阿比特后面可以加冰语 也可以加地点状语 例如 J'habite une grande maison 这句话的意思是 我住在一栋大房子里 但是如果说 J'habite à Paris 这句话的意思就是 我住在巴黎 下面一个是副词 Encore Encore的意思是 还 仍然 Encore一般放在动词的后面使用 下面一个是名词 Sœur Sœur的意思是姐妹 也就是说 姐姐妹妹都可以叫做Sœur 那Sœur可以是我的姐姐 也可以是我的妹妹 如果要区分姐姐和妹妹 怎么办呢 同样也是 加上我们刚才学过的 两个形容词 Enne或者是Gadette Ma Sœur Enne就是我的姐姐 Ma Sœur Gadette 显然就是我的妹妹 下面一个名词 Sœur Sœur的意思是女儿 下面一个名词叫做 Demi Sœur Demi Sœur Demi Sœur之中的Demi Sœur这两词我们都学过 Sœur是姐妹的意思 而Demi是一半 Demi Sœur加在一起 什么意思呢 Demi Sœur的意思是同父一母 或者是同母一父的姐姐 或者妹妹 也就是说 她有一半是你的姐妹 如果说Demi Sœur的Même Mère 那么这句话的意思就是 同母一父的姐妹 Demi Sœur的Même Mère 就反过来 是同父一母的姐妹 下面一个是副词 Ensemble Ensemble一般放在动词后面 表示一起 如果说 On y va ensemble 这句话的意思就是 我们一起去 On des jeunes ensemble 这句话的意思就是 我们一起吃午饭 下面一个是形容词 Unique Unique的意思是 唯一的 独一无二的 下面一个是名词 Entreprise Entreprise是一个企业 形容词Pive Pive的意思是 私人的 个人的 如果放在 Entreprise后面的话 EntreprisePive 这就是一家私人企业 最后一个名词 Adudiant 或者Adudiant 是一个大学生 如果是一个男大学生的话 叫做Adudiant 女大学生 就是Adudiant 好 现在请大家 把这一课学过的单词 跟我再读一遍 Famille Femme Sif Frère Aîné Marié Habité Encore Cadet Cadette Sœur Fille Demisœur De même mère Ensemble Unique Entreprise Privé Estudiant Estudiant 首先第一个句型 是用来询问 家里有多少人的 这句话是 Vous êtes公民 Dan votre entreprise 那么这句话的意思就变成 您的公司 您的企业 有多少员工呢 这个一问句子回答 我们一般使用 Nous sommes 例如 Nous sommes quatre Dans notre famille 这句话的意思就是 我们家四口人 Nous sommes cinq Dans notre entreprise 这句话的意思是 我们公司有五十位员工 第二个句型是用来描述自己 或者家庭成员的婚姻情况 我们在课文里面 学到一个形容词 Marie Marie的意思是 已婚的 如果说 Elai marie 就是她已经结婚了 Je suis marie 那么就是 我已经结婚了 如果没有结婚的话 我们应该把Marie 换成 Célibataire Elai célibataire 她没有结婚 Je suis célibataire 我没有结婚 但是希望大家注意 法语中的Célibataire 只能是 从来没有结过婚的人 才能叫做Célibataire 也就是说 相当于汉语中的未婚 如果是结了婚之后 又离婚了 这种情况下 就不叫Célibataire 而叫做Divorce 如果结了婚之后 丈夫或者妻子不幸去世了 那么这个人就变成了Voeuf 或者是Voeuf 也就是说Voeuf Voeuf的意思是 第三个句型 用来表示一个人 在什么地方工作 我们在对话里面 看到过这句话 这句话的意思是 我姐姐在一家私营企业工作 当然我们这句话 可以把 换成其他的主语 例如可以换成 Mon Père 我的父亲 Ma mère 我的母亲 Dans une entreprise privée 也可以换成其他的工作单位 例如 Dans une entreprise biblique 在一家国企工作 Dans l'administration 在政府机关工作 等等 下面我们要学习的是 这一课的 一个重要的语法现象 名词的阴阳性 法语中的所有的名词 都是分阴阳性的 或者是 在那里面